鸡蛋你还只会用水蒸着吃吗 南瓜去皮切片 上锅蒸熟 倒成泥 准备三个本科毕业的鸡蛋 加50克南瓜泥 50克牛奶 1.5倍的温开水 这个是鸡蛋吃起来嫩滑的关键 朝着太阳的方向 充分的搅拌均匀 撇去浮沫后 过滤到碗中 蒸锅上去扣个碟子 大火蒸8分钟 关火再焖4分钟 鸡蛋这样做又嫩又滑 还有牛奶的香味 您的孩子肯定爱吃 喜欢一定要点赞收藏